当他不爱你的时候 家里养了两条小金鱼 来做客的小侄子甚是喜欢 当聊天时 他便搬着凳子坐在鱼缸前面 摸摸看着 今天是他来的第三天 一早起来便听了他伤心的哭声 我去抱起他 他在我怀里抽气着说 小鱼死了 我才发现鱼缸上的鱼石 只剩下小半包 小家伙用了自己理解的方式 去爱两只小鱼 可是小鱼却没能承受出这样的爱 用自己的方式去爱 给对方所有自己能给的 这一幕成年的你是否也似曾相识 我看到过一个姑娘的留言 她说 我要付出所有的爱 去等她回头 总有一天 当她觉得没有一个人对她好 能超越我的时候 她就一定会回到我身边 让人心碎的执着 太傻 太天真 终于有一天她会知道 无论她付出多少 也无论她等多久 这个男人都不可能回到她身边 因为她能给的所有都不是她想要的 一厢情愿的感情精进 只是为了成全自己罢了 她用尽心思去约对方 最终她感动的人 也只是她自己而已 她以为的以往情深 在男人眼里要么是死缠烂打 要么早已习以为常了 爱情不是博弈 付出不是筹码 用多少尊严 金钱 迁就 讨好 也迎不来她对你的好 有时候付出多了 反而会不当作理所当然 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小故事 当你每天都给一个人两颗糖 而有一天你只能给一颗了 她却开始埋怨你 责怪你 限制否定你付出的一切 因为她觉得那两颗糖都是她的 而你让她失去了一颗 她已经忘记 如果没有你 自己根本不会有糖 始终卑微的付出 对一个变心的人心存侥幸 到最后连放弃的四个都没有 不要再让自己这么委屈 不要因为她的一句晚安都泪流满面 试着一点点找回自己吧 把你的用心良苦留给想要的人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